泰国由西部牛仔度假村逛酒庄 精彩的活舞表演,各种牛仔耍帅的绝活 这充满美国西部牛仔风情的地方 完全颠覆了一般人对泰国的印象 不过,它的确是位在曼谷东北部考爱地区的度假村 这里不仅有印第安市帐篷,随处可见到马匹 工作人员更诠释西部牛仔的装扮 晚上的表演也总是让人忘了自己是自身泰国 充满美国大西部风情的地方还有这里 这家落农场,历经两代经营 如今面积已广达上千公顷 不但生产牛奶以及相关制品 更成功地结合观光来发展 园区同样有西部牛仔的表演 有狗狗牧羊的戏码 也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主题园区 可以看到动物可爱又讨喜的表演 甚至还可以亲近小动物 不过年轻人若想更嗨一点 附近也有刺激的主题乐园 除了大家熟悉的设施 胆子够大 不妨挑战一下纽西兰引进的刺激游具 好,正经生尖叫 如果想刺激,酒庄之旅也是不错的选择 口爱可说是泰国的酒香 发展葡萄酒产业的历史已将近20年 有的酒庄还特别强调 全部采用自己种植的葡萄来酿酒 牛客来到这里 除了参观庄园 当然要亲自评颖一番 动新闻泰国报道